今年的复典报道都结束了 等明年吧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你试试看 这飞航班的时候迟到漏飞 哪一样不够你吃一壶了 小伙子 不要以为现在啊 飞行员就只能体检 像你这样没有时间观念的 就算通过了检查 他以后啊也可能被停飞 老师啊 他迟到都是因为我 他其实他早就大了 他就看我的医院门口 在那口吐白 我在那躺着 然后他就见义勇为他去救我 然后医生就知道 他也是我同学 不让他走 老师 你看我这 还还流着血呢 实在想来 我们下周还去另外一个省 你也可以过来试试 或者上了大学 他也是有机会的 不行 老师 车子不让他参加 我能内教一辈子 那个 老师 其实我从三岁开始 就怀抱着想当飞行员这个梦想 实在为难的话没有关系 老师 他们家几条件可不好了 家里特别穷 老师 没有关系 为了这个梦想 奋斗隔一年两年三年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你们这一唱一和的呀 算了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 资料都带了吗 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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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拿上 把姓名年龄都填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快走 来 张超 干吗呢 别睡了 靳之平 把你那段话收起来 好 江大令 你听英语还是音乐啊 刘娇娇 冲刺阶段 化妆时间不许少过二十分钟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回来监督大家学习 你 你 你们 都给我好好学习 听见了没有 我还没打算恢复你七班的班级呢 你还有这资格呢